大家好 今天是7月8日 星期三 市況又再進一步下跌 先講講A股線 最高紀錄跌了300多點 美後跌幅為收窄 上次是收在3507點 比例昨天再跌到220點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跌勢這麼兇 第一當然是許槓桿化 其實有少少是跌到過籠 來到現在這一刻 看淡也好 最多就不入市 如果你再追沽 做淡 或者在現在這個位置找位置來沽貨 一旦大市真的有明顯的反彈 或者中央真的有重弱去吹出來 市反彈的話 損失的一定是自己 一早逛了 要做風險鼓勵 早早已經去做 就不要說等到市跌到離航離辣的時候 才來怕 才來做 吃虧的一定是自己 至於廣估就更加無厘頭 這個老實說 早段低開 持續反覆 這個就不再說了 但是是由頭就跌到尾 指數是24,411點開 越跌就越多 下午就更加來普天 只是下午跌的幅度已經1500 最低的指數是22,837點 比對昨天來說 指數在收市那刻升上來 即是跌了1458點 報收在23,517 其實日中的低位 是跌了2000點又多了 成交今後 也有2359億 即是很明顯 今天在低位 大量的貨轉流了 星期一的大跌 已經令到人心髓不安了 沒有地頭跌138點 到星期二又再跌一跌 今天又再來一個急策 捱得過星期一 捱不到星期二 捱過星期二 捱不過星期三 但我自己覺得 今天最不好的地方是甚麼呢 恒指最低的22,837點 跌穿了今年1月6日的低位 23,333 即2015年的市 已經是一個先高 後低的格局了 但由於這個先高後低格局 已經跌了五千多點 而且市是處於極度超賣之下 所以只要有少少理好因素 稍為配合 市會有後抽的 可能一條氣抽回到24,800點 到25,000點 都不頂的 當然知道 去到下個星期 希臘的債務問題是怎樣解決 一定有個明朗 現在這分鐘大家都不知道 就猜猜一下 但是猜到也是猜得不好的 我個人覺得 到最後 歐央行和希臘 都會有個方案 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得到 因為實際上 你被希臘遺約的話 他所有的國債 3,230億歐元的國債 將會變成廢截 那就是一個海嘯 就是一個風暴 大家都知道 去年 歐央行已經承諾了 一萬億的量化貨幣政策了 桌面就擺著錢了 現在已經是很困難了 是不是要將環境氣候問題 變得更加困難呢 還是將很困難的問題 稍為略為收細去呢 我想到最後 當然是不希望他沒有飯吃 自己連麵包都沒得咬了 所以呢 一定有個方案 可以慢慢慢慢 解決了相關的問題 那只不過呢 就是 7月的市呢 其實來說呢 真是比我的預期 為為為差的 因為由2號的高位 26,459到 今天的低位 22,837點呢 7月的市呢 跌了3,622點 老老實實 從來沒有想過 6日之內跌3,622點 但無論如何 它不跌就已經跌了的了 所以呢 在技術上超賣 或者跌過籠之下呢 來到現在這分鐘 我真的不建議大家顧貨的了 有錢那些呢 著量去低位呢 輕輕賣一點 不是說薄反彈 而是來到現在呢 很多股份的投資價值 已經越來越高的了 事實上傳統的籃手平均市盈率呢 以2015年來說呢 是只有9倍左右而已 你從任何角度來講 這個市盈率都不是高的 包括廣告所在來 所以 有能力守住貨的 盡量守住貨 如果可以 盡量購買一點的 盡量購買一點的 總之不要抱著 我今天買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到市場回穩 或者有些利好因素出來的話 作為一個技術上後抽的 如果出來的 那時候才考慮 到底是中線還是短線和利 不當之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純粹給大家參考 好了 今天進入大埔 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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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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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